到中国小的小朋友早安 今天是110年6月24号的儿庭招会 那替卫福部公告一下 全国三级警戒维持到7月12号 好 那收住这边有几件事情要报告 第一个 请大家注意自己跟身边家人的健康状况 若有不舒服的地方 请您一定要立即就医 那第二件事情比较重要 就是返校拿物品的时间 我们会往后延至7月12号以后 但是我们也会试情况以后才会调整 不一定是7月13 所以我们有可能是疫情的状况才会再做调整 那哪时候可以回学校拿物品 会在校网提前公告 返校领取物品的时间 那我们也会依据卫福部 指挥中心与教育部的规定来办理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再忍耐一下下 好 那我这边呢替那个辅导师报告一下 我们有一个生命教育的典范学习 那请你进入校网以后点选 这6月21到6月25停课之间的进度 然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1到6年级的课程计划应该就是在这里 那进去以后可以看到 0的地方有一个叫生命的厌想的地方 好 然后呢 你上课累了 你就来听听这里面 有故事 然后可以听演讲 好 这边呢 月考以后呢 在FB会办抽奖活动 好 那请大家专心学习 那如果累了 就听听故事充电一下 然后随时关心大庄粉丝专业的活动讯息 有丰富的奖品 好 那我现在呢 宣布一下6月17号儿童招会的获奖名单 这是4甲5号的 这真的很厉害 10岁 牧养人 那边牧鸡 这也是三饼的10号 这个是2甲20号的作品 然后2甲28号的作品 然后2甲6号的作品 小朋友你们都非常有创意 真的很厉害 好 这是一丁19号的作品 这个连弟弟都入镜了 真的很强 好 萤幕3号的作品 这个真的也很厉害 同学你们真的是创意无限 那我有讲过 在这边这个67号除了发那个荣誉卡之外 我们也会印下来 我们会把你的那个作品 那个列印出来 好 就是帮你印成像相片 然后再给你 到时候开 就是等你们可以回来以后再发给你们 好 这是6月10号的儿童招会的作品 好 2甲28 3甲12 1甲22 1丁19 2甲18 2甲5号 1甲3号 4甲25 2甲20 3甲13 3甲18 2甲9号 3甲15 3甲1号 3甲10号 4甲5号 1甲22 3甲10号 1甲9号 2甲2号 2甲5号 1甲19 2甲6号 2甲4号 1甲4号 2甲14 2甲25 1甲16 1甲14 2甲14 2甲25 1甲16 1甲14 2甲6 2甲6 1甲17 3甲17 3甲15 1甲14 2甲4号 1甲17 2甲7号 2甲25号 2甲23 2甲13 2甲15 2甲18 3甲17 1甲20 2甲28 1甲15 2甲8号 2甲8号 2甲9号 2甲13 2甲15 2甲17 2甲15 2甲17 2甲4 2甲4 2甲12 2甲12 2甲10 1甲5号 2甲19 1甲15 2甲5号 2甲17 2甲22 2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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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甲21 2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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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甲 21,2甲19,2丙19,2丙3,2丙11,2丙,对不起,2甲18 这one page的作品真的好漂亮 2甲27,2125 好,那以上呢,这边是6月10号 接下来是6月3号儿童招会的获奖名单 2甲20,这个龙舟真的是很厉害,很有创意 1丙19号同学真的是利用这种东西排出来 小朋友你们真的非常非常有创意,真的很厉害 好,这2丙6号的作品 好,这1丙14号,1丙14号的作品 还有一个1物3号的作品 这个痘痘真的有很强,很厉害 好,那今天的儿童招会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那下礼拜就是结业式咯 也祝福大家健康平安 耳蓉招会结束